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它是有连续型的 那么二战以后我们知道出现了一个冷战 冷战呢从50年开始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 没有协定 没有条约 不对外公开 类似于密约性质的这么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 巴黎统筹委员会呢 它其实做了很多工作 它主要是限制军备 以及高薪科技 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么一个出口 那么冷战期间比较出名的 是由日本出售了一套 即从加工设备为苏年 那么违反了巴黎的这个协定 事后被追究了责任 不仅罚了款 而且也导致了后期的一些 在高精尖设备 上面设置定位 这么一些现象发生 那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民用的 高精尖的设备 尤其是可以被军用 提高军事设备性能的一些 精力设备 比如说机床 它就同时增加了定位性 那么这个民用设备 一旦被遗击 设备本身会锁死 芯片会自焚 同时 它会把设备移动的这个现象 向生产商进行定点发送 那么这些措施 都极大的干扰 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伊斯兰国家 对民用设备 转产军用项目的 这么一个可能 我们知道巴桶 它对应的 是由莫洛托夫提出来的 金户会 这么一个原则 金户会到1991年的6月 它就解散了 苏联解体之前 它就解散了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巴桶 它在1994年 就已经结束了 巴桶呢 因为当时 美苏两大阵营 它这个对抗 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是几乎均等 各有素颖 各有胜负 那么整个冷战期间 它是静悄悄的 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至少 它没有公开过 这个协定 那么好日子也不长久 1996年 由美国牵头 就组建了一个 叫瓦森纳协定 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瓦森纳安排 它继承了巴桶的 所有限制境内 但是它所限制的国家 相当少 只有各把各 像朝鲜中国这样的 社会主义国家 以及类似于像伊拉克 这样的比较好战的 伊斯兰国家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 很清晰地知道了 瓦森纳安排里面 有两个特例 第一 它没有明确地指出 它所限制的国家 就是中国 它指称 中国不是签约 那么第二 它有一个特例 就是以色列 没有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地 看到一点 就是瓦森纳协定 它和这个巴桶 它有一个区别 它是放在桌面上的 不仅限制了军备 而且 也管制了 敏感性的 高科技的输入 这就明显地 把中国 和苏联 确定 签订这个协定 是它明明确确地 要做这种事情 它就是在打压力 但是它并没有明确地 把你放在名单上 它只说了 它限制的是朝鲜 伊拉克 这一类的国家 随着瓦森纳安排 逐渐被世人所知晓 因为它是一份 公开的写定 那么我们看到了 它的后果 其实它在军事上的限制 并不可怕 因为中国从这个大陆军 逐渐的裁军 一直到 现在进行现代化 装备的 这个更换 训练 适应 它是有一个过程 军备上的 限制 对中国的压力 并不大 因为你就是不限制 它也买不起 而且军用是被 民用悲要 军用是被 它考虑到的是 一些连贯性 尤其是中国 激素这么大的军队 全员换装 以及 适应性的训练 包括战时候勤的 补给 它不是一两件 高性能的武器 就能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 它要考虑到 自身的 军队的规模 以及 后勤的补给 所以呢 它主要 显现的 敏感的 高科技的 这个限制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看到的热点 是芯片 那么我们也知道 从半导体工业的发展 整个一个 趋势上来看 美国一直是领先 它几乎 长久性的 保持了 在半导体 生产 研发 销售过程中的 这么一个 百分之五十的 这么一个比例 其他我们看到了 日本是一个 半导体工业 生产 研发 比较强大的国家 那么还有 一个个别地区 比如像台湾 像韩国 他们的加工 生产能力 相当强 中国呢 有一个追赶的过程 尤其著名的一个案例 是2014年 中国政府针对这个高通 实行的反垄断的调查 高通为了保住中国市场 转移了一些 转移了一些 28纳米的 晶片封装技术 给中国的中芯估计 那么很多人就误以为 中国的这个 芯片生产 突黑母镜 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其实我们知道 在中国开始加工 28纳米的 这个生产技术的时候 世界的主流 是10纳米 而且 正在向 7纳米 工业化 大规模生产 去继续研发 去卖井 下一代 是7纳米 现在的主流 是10纳米 你拿了一个28纳米 你就沾沾自喜 据说 中国成立了一个 基金会 在基层电路 这一块上 大规模的进行投入 这个投入是多少钱 是300亿人民币 合的美金 40多亿 不到50亿 那么我们也知道 美国每年 连续性的 在半导体行业的投入 大概是600亿美金 你投了50亿 人家每年600亿 你有什么可以值得 骄傲的地方 所谓的打压 它其实还是一个 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人对不能 马上换成钱的东西 向南是不太感兴趣 然后你要去跟他一叫起真来 他就跟你说 国家的经济 底子比较薄弱 在科研上的投入 它是有限的 而且现在已经足连的增加了 其实呢 这都是在回避问题 你不愿意在基础研究上 去加大投入 那么西方的主流国家 他们不仅 高额的科技投入 始终没有间断过 而且他还一直在 默默地为这个世界做的东西 你不仅利用了别人的技术 去发展自己 而且非常虚幻地认为 这种虚实 它会长久地持续下去 今天收到的这种答案 我觉得是一个必然 用市场来换技术 你能换到的 不会是最先进的技术 谁的钱也不是花大分拐来 人家辛辛苦苦地搞科研 搞发明 搞创造 然后完了免费地 提供给全世界 这个可能性 在私营企业中 是不大的 所以呢 这一次的芯片之争 没有谁赢谁输的 这个一个概念 只是人家不跟你来 单方面拒绝了 你继续蹭人家的热度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 所以把这个西方对中国 尤其在高新科技上的 这个态度 是同一种打压 其实也是简单的一种解决 真正要去研究它 想搞懂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难 八个二十分钟 你就能看出什么卖力 只是因为宣传口不停地在叫嚣 中国五年之内 三年之内 两年之内 能研发出 比现有芯片 快一千倍 这么高性能的芯片 将改醒整个世界 在芯片市场的一个历史 想刷新 作为一个新的记录 这种东西呢 其实可以看 不能笑 现在笑也犯了 是吧 你就是不评论 冷嘲热讨的冷笑 他也犯了 所以大家呢 他得慎重 其实你这个 就跟那个对比是一样的 看你跟谁比 是吧 你跟那个 现有的中国 拥有的这种封装技术来比 可能 也需要先进一千倍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 国际主流的是10纳米 下一代是7纳米 你现在这个28纳米的生产线 还是高通比你的 你还是在那一营 下一代你将反超 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不仅不具备这个技术 也不具备专业的科研人员 最起码这支队伍 相对于西方任何一个 半导体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 都是微不具备的 你这么三两个课题组 还不如人家一个大的公司 科研人员集中 好笑投入大陆 所以我们不要老说 西方打压我们 或者外国打压我们 其实它的本质并不是打压 它只是在调整 让你正视现实 要想吃龙肉 得自己瞎喊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是吧 你要研究高性能的东西 你自己得花钱 花人力 花精力 你有一个取国的 这么一个体制 你有这么一个态度 你挣的每一分钱 都是通过你自己的 心情劳动 所换过来 而不是靠操 操完了以后 就是超越 正视这个问题 才能认清楚现实